南天诸佛菩提达我产师观 问曰 何名禅定 答曰 禅为乱心不起无动无面为禅定 端心执念 无生无灭 无去无来 湛然不动 明知为禅定 何名为禅官 答曰 新神沉静明知为禅 照理分明明知为观 禅官自达无有错谬 故名禅官 新神沉静不生不灭 不来不去 湛然不动 明知为禅 问曰 何名禅定 答曰 禅定者犯一 此名 此名功德聚灵 三界诸佛皆说禅作 故名功德聚灵 又问 何名禅法 答曰 禅法从通有四地 初学时从始终有七种关门 第一住心门 第二空心门 第三无门 第四心解脱门 第五禅定门 第六真妙门 第七智慧门 助心门者 为心散动攀圆不住 专设念住更无去动 故名助心门 空心门者 为看心转追觉心空迹 无去无来无有住处 摩索依心 故云空心门 故云空心门 心无相门 为心沉静无有相貌 非青 非黄 非赤 非白 非长 非短 非大 非小 非方 非愿 湛然不动 故无相门 故无相门 心解脱门者 知心无戏无腹 一切烦恼不来上心 故名心解脱门 禅定者 惜玉泛衣 躺颜禁律 决心既进行时 住时坐时 卧时皆 惜寂静无有散动 故名寂静 真如门者 觉心无心等同虚空 变周法界平等不二 无千无变 故名真如门 智慧门者 时乐一切明知为智 弃达空远明知为慧 故名智慧门 义明就进道 一名大乘无相禅关门 则是修禅学道顾 禅有七种关门 大声念佛得十种功德 一者不闻二生 二者念佛不散 三者排去睡眠 四者永恒精进 五者诸天欢喜 六者魔君不畏 七者身正十方 八者三徒喜苦 九者三倍现前 十者往生净土 无心论 无心论 是菩提达摩制 夫至理无言 要假言而显力 大道无相慰皆粗而渐行 精且假力二人共谈无心之论语 弟子问和尚曰 有心无心 答曰 无心 问曰 既云无心 谁能见闻觉之 谁知无心 答曰 还是无心既见闻觉之 还是无心能知无心 问曰 既若无心 即和无有见闻觉之 云和的有见闻觉之 答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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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虽无心能见闻觉之 答曰 既能见闻觉之 即是有心 纳得称无 答曰 只事见闻觉之 即是无心 何处更离见闻觉之别有无心 我今恐孔 无心 我今恐孔不解 一依未如解说 令辱的物真理 假如见终日见游未无见 见意无心 闻终日闻游未无闻 闻意无心 诀中日诀由未无诀,诀意无心 知中日之由未无知,知意无心终日造作 作意无作,作意无心 故云见闻觉知总是无心 问曰,若未能得知是无心 答曰,乳但仔细推求看 心做何向好,其心复可得 是心不是心,未复在内未复在外未复在中间 如是三处推求秘心了不可得 乃至于一切处求秘义不可得 当知即是无心 问曰,何尚既于一切处总是无心 即何无有罪福 何故众生轮回六句生死不断 答曰,众生无望 于无心中而望身心 造种种也,造种种也 望之未有 足可致使轮回六去生死不断 辟友人于暗中见物为鬼见神为蛇变生恐怖 众生望之以赴如是 于无心中望之有心造种种也 而时无不轮回六去 如是众生若遇大善之事叫令做禅 觉悟无心 一切业障尽皆消灭生死极端 譬如暗中日光一照而暗接近 若悟无心 一切罪灭亦付如是 问曰,弟子愚昧心犹未了神 一切处六根所用者意 答曰,与种种师为烦恼福提生死灭盘定无心否 答曰,定是无心 只为众生望之有心即有一切烦恼生死菩提涅盘 若觉无心即无一切烦恼生死灭盘 事故如来为有心者说有生死 菩提对烦恼的名 涅盘者对生死的名 此皆对治之法 若无心可得 即烦恼菩提亦不可得 乃至生死灭盘亦不可得 问曰,菩提灭盘既不可得 过去诸佛队 过去诸佛皆的菩提 此未可呼 答曰,但已是地文字之言得 于真地时无可得 故为魔精语 故为魔精语 目时亦无心 其不同于目时乎 答曰,而我无心心不同目时 何以故? 譬如天故 虽佛无心自然出种种妙法教化众生 又如如如意诸 虽佛无心自然能做种种变现 而我无心亦富如是 虽佛无心善能觉了诸法时相聚 与真般若三生自在应用无妨 故宝基精语 以无心意而现行 其同目时乎 夫无心者及真心也 真心者及无心也 问曰,今于心中作若未修行 答曰,但于一切事上绝了 无心及事修行 更不别有修行 故知无心及一切 寂灭及无心也 弟子于事忽然大悟 使之心外无物物外无心 举止动用皆得自在 断诸以往更无挂碍 即起作礼 而明无心乃未诵曰 心神相继无色无形 赌之不见听之无声 四暗非暗如明不明 舍之不灭取之无声 大吉破周法界小吉毛劫不停 烦恼混之灼灭盘成之不轻 真如本无分别能辨有情无情 收之一切不力散之普遍寒灵 妙神非之所策正义绝于修行 灭则不见其怀生则不见其成 大道既好无相万相了好无明 如思欲用自在总是无心之经 和尚又告曰 诸般若终以无心般若 而为罪上部为魔经语 以无心义无受刑 而西摧伏外道 又法古经 若知无心可得 法吉不可得 罪福亦不可得 生死灭盘亦不可得 乃至一切尽不可得 不可得亦不可得 乃未诵曰 昔日迷食未有心而食物罢了无心 虽父无心能照用照用长祭及如如 众曰 无心无照亦无用无照无用即无畏 此事如来真法界不从菩萨未辟之 言无心者即无妄相心也 又问 何名为太上 答曰 太者大也 上者高也 穷高之妙里顾云太上也 又太者通太之位也 三界之天虽有颜康之受福尽 世故中轮回六趣 魏族魏太 石柱菩萨虽出灵生子 而妙里魏即 一位魏太 一位魏太 石柱修心旺有入无 又无其无有双浅不妄中道 一位魏太 又妄中道三处都尽 未皆妙觉 菩萨虽浅三处 不能无其所妙 一位魏太 又望其妙则佛道至极 则魔所存 无存思则无思虑 兼忘心智有习 绝照俱进 既然无畏 此名为太也 太是你及之意 上是无等色 故云太上 及之佛如来之别名也 无心论一卷 观心论 是观心可名为了 又问 尚说真如佛性一切功德 因绝未根 未省无明之心一切诸恶 以何未根 答曰 无明之心虽有八万四千 烦恼情欲及横煞众恶 无量无边 取要言之 皆由三读以为根本 其三读者及贪甜吃也 此三读心